美国在我们台海之间扮演的角色 美国在国际之间扮演的角色 还没讲得很清楚 美国的强项从来就不是劝和 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我们看两位已经退出政坛 但是当初在政坛都有高位的 这两个人此时的谈话 说实在的 你身上没有官位之后呢 讲话可能更真实一点 可能过去不敢讲 现在讲出来 一位97岁了 也快要100岁 马来西亚的前总理 他怎么说呢 直接的告诉你 美国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 这么直白 直接讲出来 美国错了 美国不应该 是美国挑衅中国没有错 然后他认为中国在俄乌危机中扮演的是一个 不同寻常的角色 非比寻常 和平的缔造者 试图推动乌克兰跟俄罗斯 通过和谈解决问题 所以中国大陆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制造问题的 相对于美国 他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很成功 比方说伊朗跟沙特长期不合 中国努力之下能够停下来对抗 这是中国的巨大成功 一位接近百岁的人瑞政治人物 今天他通过他的眼光来看世界 他很清楚地点出了问题 所在韩冰讲的 美国就是来闹事的 中国大陆是来劝和的 是不是 几件事情告诉你 非常的清楚 还有这位法国的前总理 他说什么 制裁永远来自同一个地方 哪里 大美国跟我大欧洲 是不是 不是就这样吗 但是这个制裁导致世界各地对西方不满 那法国当然也是欧洲 也是西方 他现在有深自的反省 我们不要也不能再像教师也一样 对世界各地区去训化 美国跟西方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向全球训化 我最厉害 你们都很差 都要听我的 我才是文明 你们都不如我 他认为不应该这样 然后他还告诉大家 在07年到12年之间 他担任法国总理期间 他说我跟总统两个人 都被美国监听了五年 有没有 被监听了五年 好 纪大使怎么看 从这个 从这张布林肯的照片 到两位资深的政治家 在卸任之后 讲的良心话 我觉得韩冰讲很对 美国不适合做 不太有这个能力搞 这个像这种 劝贺促谈的工作 他的本领 不是他的强项 就是制造纠纷 制造战争 然后用拳头解决问题 所以你真的在国际社会上 你会发觉 美国的外交官的手腕最差 为什么最差呢 因为他们基本上 不需要靠外交来达成国家目的 国家的目的 这个国家利益保障 他们通常靠国防部 所以外交部事实上 非常好做 就是说谈不过人家的时候 那我就派国防部来跟你谈一下 对 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国防部 那还有一个地下国防部 CIA的话 真的让人家也心生畏惧 所以说美国是靠拳头打天下 一点没错 可是要靠口才 要靠这个调解能力 要靠这个说服力的话 美国真的不行 而且这个国际上 你要做调人 你要有一点很重要 你要获得你希望调解的各造的信任 对 这个国际上最难 最难处理就是一个信任问题 我一看亚美尼亚美国去 躺这个昏睡 绝对就一定注定失败 为什么 因为亚美尼亚他在美国国会有一个游说团 游说了几十年 是要谴责土耳其 因为在厄土曼土耳其帝国的最后阶段 曾在亚美尼亚有一个大屠杀 那亚美尼亚一直要这件事情 要土耳其来负责 那他在美国国会游说了很多年 前两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谴责案 所以事实上亚美尼亚人 这个亚美尼亚的宜的美国人 在美国政治上运作是很有历史的 所以亚赛拜然相对是 他认为亚美尼亚对美国的影响力是大的 那他对美国是比较疏远的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会让 这个亚赛拜然 让美国要出来调整人心深怀疑 就说你是不是站在亚美尼亚这边 你要来一起来对付我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他美国今天做要来调解的话 人家一定要怀疑你动机是什么 你就从来不是搞和平的 你来搞什么和平 他就是硬瞧嘛 硬瞧那你今天要把我叫去的话 我就会怀疑是不是亚美尼亚 你说服了你来找我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种场面就显示出 美国这个外交的拙劣 因为你到了这个国务卿层级 像我们来 我们这个术语就是说 很多事情你什么时候要浮出水面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你一定在水面几下 桌面这样 你要做很多的工作 那那个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你一曝光的时候 你就要必须要得到正面的回应 你基本上你是应该是要宣布喜讯的 不是到了你国务卿这个层级 你才开始这一场回合谈判 没有这种玩法的 基本上是双方的基层 主帅出场应该是极大欢喜的一个局面 那是收获成果的场面 你今天像这个 像这个比如说 像这个秦刚 他就是已经知道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而且这个伊朗外长跟沙特的外长 也得到他国内政府最高当成许可了 我这个同意了 这个工作太难了 而且非常漫长 那这个谈判代表最怕什么 最怕国内不满意 所以国内都还 双方才刚开始接触 国内的最高当局也没有做决策的时候 你外交官怎么敢笑 你绝对不敢笑的 不笑是最安全的 但是布林肯笑了 只有布林肯一个人笑 所以我看到这种场面 我觉得布林肯是一个大傻瓜 这种场面他怎么会创造成 让他这么尴尬的一个场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第一个美国线 可能这个布林肯也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有完整历练的外交官 那就是因为他是这个 拜登的干儿子一样的关系 然后呢 另外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中间先有的穿针引线 初步的谋合到 谈到细节 然后可以浮出放哨台面上 这个前面工作没有做 感觉上就非常的鲁莽跟粗躁 非常的粗躁 而且急功近利 而且你看这种照片看起来 不是曝露美国的短处吗 而且那个照片还发布了 你发布之后就涌流传 照理说你照出这张照片 应该把它默默守起来 对这个我是觉得这种 这外交讲究的是手法的细腻 就是没什么sense嘛 完全没sense 照到两个臭脸 应该这样把它delete掉 然后叫两个人笑一下 我们再照一张 我觉得这就是显示 美国现在的政治的作为 就是说短视近利 急功近利 这种事情第一个急不来了 第二个话你不到成熟的时候 你拿出来的话就是砸自己的脚 那现在马哈蒂 你看这些法国前总理马哈蒂 马哈蒂事实上 他是在世界政坛都有相当影响力的 一个元老级政治家 那法国这个国家也不是在 他是欧洲的龙头国之一 那你看他们基本上 对于这个西方 对于中国的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角色 跟所扮演的这些 所扮演的这些 推动一些工作 他们的评价 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真的对西方是批评较多 对中国大陆是承定 对他自己在西方 他自己在西方 他也批评 那他讲的也没错 马哈蒂讲的也没错 因为事实上亚洲大部分国家 不希望亚洲再有战乱 他不管是发生在任何地方 都会受到台海将来的冲突 可能的冲突的影响 那大家都不愿意见到 那因为美国 美国是世界之岛国 美国是岛国心态 美国他这个岛只是比较大 可是他完全是用岛国的心态 看这个世界 就是说他最安全 在岛上的人 我以前有一次我到香港 我坐在香港 我坐在九龙这边 看香港岛 我因为我是大陆的心态 我不太了解岛国心态 我想说英国人怎么会 把所有的好的建筑都建在香港岛上 九龙这边呢 里里拉拉的 然后什么建设都没有 跟香港岛成强烈的对比 我的观念说怎么不放在陆地这边 放在岛呢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 在岛国上的人呢 基本上他认为岛是最安全的 好东西都要放在岛上 不要放到大陆那边 大陆是不安全的 所以美国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英国的扩大版 他就是一个岛国 所以他只要在美国这个岛上过得很安稳 然后呢 要确定一点 岛以外的世界呢 永远要是怎么样 互相攻协的 彼此沙罚而无暇顾忌岛上的人的生活 所以这是美国人的心态 所以无曉得大家下面的文件 不是美国到处监听 监听他的政敌 甚至监听他的盟友 包括泽伦斯基 意外吗 不意外啊 你看到07年 可能更早就开始了 这位法国的这个前总理 自己告诉大家 他跟总统在这个执政的期间 都被监听 都知道这件事情 说实话他也觉得不对 他当然也觉得不爽 对不对 卸任之后讲出了真心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